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最近在小学校园非常流行的中国零食,摩浴爽。 不过其实,里面含有大量的调味料跟添加物。 医师就表示,这样高纳、高脂的零食,吃多了会造成肝肾的负担,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力。 来自中国的一款零食摩浴爽,近期风靡小学校园,有郭晓老师在脸书po文,发现这款零食添加物太多,怕影响学生健康净吃,学生竟然躲进厕所偷吃,甚至夹在营养午餐中配饭吃。 根据摩浴爽外包装显示,成分是蒟蒻,再加上大量调味料与添加物,属于高纳、高脂,略低碳水的食物。 医师认为,吃多了会造成肝肾的负担,也会影响到注意力与学习力。 林静如表示,摩浴爽零食流行是目前小学普遍的现象,吃下肚孔比萝卜刀更危险,呼吁校方与家长重视,共同守护学子的健康。 记者杨幂风,王龙涛综合报导。